因为可以领多少退休金呢 就得看实质所的替代率了 占退休时薪资的比率 其中劳保有45800元的投保门槛 所以薪资更高 替代率反而比较低 这边就有雇主提交跟个人提交 即便离退休还有超过20年 但至少透过计算心里有个底 知道劳保劳退累积了多少 尤其还有自提6% 也算是一种投资 那时候刚出社会小资族的时候 我家人就有建议我 但是那时候我非常不想 因为小资族赚得很少 然后那时候如果自提的话 其实会影响蛮多的 但后来就是 社会的磨练到一半之后 就会觉得其实自提还不错 就是可以结税嘛 对 然后也是不同的 就分散投资的风险 对杨小姐来说 最直接的储蓄 干脆每个月薪水扣6% 多少填补退休金 毕竟到时借铃没了工作 想过上安逸退休生活 就得靠年轻实现存钱 因为我觉得我个性比较是 没有计划的人 就是比较活在当下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 比较无脑的方式 算是也是让自己强迫储蓄吧 退休金和劳保与劳退有关 也得算出劳工退休金 所得替代率 社会保险这一块 能够提供的被动收入 除以他现在实际的薪资的比例 这个%数就叫做所得替代率 所得高的人为什么会造成 好像所得替代率会变低 它的关键点就是在我们的 劳保月退 也就是劳保的薪资 它的是有个上限门槛 45800的这个部分 它的实际薪资收入 超过于45800 它不会随着你的薪资提高 而你的劳保月退会增加 若以OECD经济合作 及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来看 所得替代率约为51.8% 而前劳动部长许明春 去年曾表示 目前台湾是约68% 不过确实薪资高低 就会造成比例的变动 就是因为劳保投保薪资 及据设有上限 退休时薪资若16万元 所得替代率约只有41.41% 若退休时薪资是7万元 更只有35.49% 你本来薪资就很高 假设是8万 9万这样的话 那你自己劳退自提 本来老板帮你提拨6% 就会比较高 那如果你自己很会投资 那我会介意说 你不见得你要自己去自提6% 你可以就是透过一个稳健的ETF 比较常见的盲点在于 就是说 我已经有劳保劳退了 我应该就不用存退休金吧 那我觉得这是最大的迷思 所以尽早有理财观念 是无论哪个年龄层 都要学习的 弱势比较保守的民众 除了雇主按月提脚 再加上字体 无论是高薪足或低薪足 实之所得替代率 都可以达到八成以上 反观专家点出 这类族群可能会沦为 弱势退休族 相对的来讲 保在工会的这些自营作业者 其实更是弱势当中的弱势 因为你今天即使是 只要是在公司上班 你除了劳保月退之外 还有一个劳退 弥补的方式来讲的话 就是说 第一个 你可以选择自己自提 第二个就是你自己去做一些 其他的投资理财的状况 在职业工会投保劳工 至少有192.3万人 等于退休时 只有劳保老年年金 所得替代率就会落入 只有四到五成 现在有所谓的通膨 大家都知道 鸡蛋变贵什么都在变贵 对不对 那你的生活成本 是越来越高的 你现在等同于你 三万多块可以买到的东西 跟你二十年后三十年后 你一样是三万多块 可以买到的 购买力是不一样的 不管你几岁 你是小自主也好 你是那种三明治主上有高堂 下有小孩要养的 都必须要有一个概念 你要帮你自己存退休金 至少你有帮自己准备的一笔钱 那这个钱的确就能够去补 你的劳保跟劳退 所得替代力不足的这个部分 尤其通膨不会因为退休而停止 过了二三十年退休时 难保物价会如何变动 先为自己打算 退休金投资 也得先朝前部署 对本新闻 李恩智周宣 宣传媒报道 而受到通膨的影响 这些原物料 租金 人力成本都上涨 美国就出现了 连锁零售店的倒闭潮 根据调查数据 美国零售商 今年将关闭近三千两百家 倒入红茶调和好奶茶口味 最后加入珍珠 就是台湾招牌饮料 珍珠奶茶 店里除了有老师教学 各式饮料制作 更是连锁手摇店的 原物料大本营 我们有茶糖奶料 那尤其最为主打 就是我们的珍珠的部分 那举例这是我们的 那个黑糖珍珠 那我们有像出口不同的国家 我们有出口不同的颜色 从珍珠还有各种风味 糖浆茶叶 业者几乎南瓜首摇饮料的原物料 但随着通膨影响 成本都在提高 只能因应市场变化 些许调整价格 就现阶段来说 因为我们的原物料 其实还大部分都以来进口的部分 那其实台湾的优势在于说 一个整合的一个方式 非常的整合创新跟研发的部分 那我们在这个珍奶这个市场上 其实原物料是有成长 有调长 但是相对的其实对我们来说 我们怎么对应应消费者的部分 我们制造业就排成生产的管理 跟有效怎么样去控制我们的成本 那跟有效去调节我们的浪费 台湾通膨力道相比全球不算高 再加上疫情后 内需消费增加 就连国外的业者也纷纷来采购 甚至来学习珍奶制作 开店的人数也在增加 我们台湾是首要颖大国 可以看到这边很多的原物料 都是要销往欧美国家 不过美国现在面临的通膨压力 依旧很大他们国内的零售业 包含像是药局餐饮店 能面临到成本上涨 获利减少的状况之下 出现了一波倒闭潮 根据调查数据分析 美国零售商今年将关闭 3200家商店 关闭数量比2023年增加24% 其中大多属于有30家零售商 关店规模最大的是 美国连锁杂货店 关闭600多家店面 而主要原因就是不断上涨的租金和通膨 比较大的原因就是通膨 其实通膨现在其实在美国 其实虽然最近周期有下来 涨上去的价格其实是不会回来的 那第二个是我觉得整个 整个在COVID这三年 其实有大幅度改变人们消费的习惯 很多人就是更习惯线上消费 是永久性的改变 那第三个问题我觉得是 其实有一些店它本身在COVID的时候 其实就我们就可以说 它其实就是僵尸企业 那它其实应该就要倒闭了 在COVID的过程当中 美国政府大傻逼 那所以它其实大幅度的降低它的成本 所以可以让它苟延传传到现在 除了运输 燃料 原物料成本 让零售商撑不下去 还有美国国内零售犯罪 导致连锁店营运压力提高 很多业者干脆关掉实体店面 也有数据显示到今年4月为止 企业破产数量增加88% 创下12个月来破产数量最多的记录 而这样的倒闭潮会吹向台湾吗 我觉得台湾比较好 第一个台湾不像美国那么大 就是说你其实生活是比较便利的 你去店里面或是你去实体店 其实对于你来说是没有到那么的复杂 或那么的辛苦 第二个是台湾的店其实非常有先见之明 很多店在疫情的过程中 都做了非常积极的转型 不管是跟外送连接 或者是像白货公司 他会把很多楼层里面 你现在发现白货公司里面卖吃的非常多 这些都是没有办法被网路上电取代的 第三个就是台湾的网购 其实当然这个COVID还是让网购的比例上来很高很高 但是其实跟国外相比 专家分析台湾消费市场回温与美国不同 根据经济部数据显示 今年截至五月底批发零售异动加速仍微微上升 由于台湾经济相对稳定 并没有像美国出现这样的连锁零售业倒闭潮 反而现在大部分的国内餐饮市场是方心为爱 许多大型连锁餐饮品牌纷纷上市上柜 而且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进军海外市场 反而是缺工的情况恶化 能否跟得上连锁餐饮的快速斩电潮才会是最大的问题 餐饮业的景气备受看好 反而缺工问题是首要任务 再加上原物料高涨状态下 不论是店家还是消费者付出的成本只会越来越高 好 再来看最近有银行业者进行反诈行为的调查报告 发现高达75%的民众 在最近三个月内都收到诈骗讯息 甚至有31%的民众曾经被骗过 打手游当作娱乐是空闲时间抒压的乐趣之一 但诈骗手法却无孔不入 连手游世界也攻占 然后那时候我刚开始玩手游 就是手游正红的时候 然后就有曾经过就是我家的群组 然后隔没多久 它就是有两种情形 一种就是刚开始它会一直发建议你 建议你可以那个投资的 之前还以为可以获得更多游戏讯息 没想到加入之后 社群账号竟然也被盗用 让小兰学到了教训 诈骗现在有点潜移默化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了 时不时你手机滑一滑 就是你现在手机掏出来 翻一下你的脸书 大概十个广告里面就有九个诈骗的 银行业者进行反诈行为的调查报告 针对18到70岁以上的民众进行调查 一共获得了1万多份的有效问卷 其中发现有高达75%的民众 在最近三个月都收到了诈骗讯息 另外还有31%的民众曾经受骗上当过 从银行业者的数据就可以知道 台湾的诈骗事件有多猖獗 而且手法多变可以说是防不胜防 而根据银行业者的这份资料发现 有41%的民众认为诈骗讯息太多 检举不完 更有19%的人不知道如何检举 以及大家应该可以辨识 我不需要检举 另外误性或是误点诈骗讯息的原因 则有34%的人认为 讯息以及连结太过逼真 其次33%是因为疏忽没有留意到 最近一年112年统计上诈骗最多前三高 第一个当然是假投资诈骑 近年串升很高 第二跟第三个它的排名是差不多 分别是解除分级付款这类型的诈骗 跟假网拍网路上购物诈骑的诈骗 这个是第二跟第三高 那这前三的诈骑手法就占比所有诈骗的比例 就占了七成以上 犯罪分子事实上也是在我们上下班的时间来做诈骗 所以因为没有时差的关系 所以相对而言亚洲的诈骑的活动是比较无耀的 但欧美的部分的话事实上就是因为有一些时差的关系 所以欧美的诈骗会比较少一点 华人相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说 在投资型诈骗是比较多的 亚洲国家陷入诈骗的原因也包含有许多的诈骗园区都设立在亚洲 没有语言和时差的隔阂 比较年轻的族群大概是30岁以下 他们就会比较容易被解除分级付款 还有假网牌所诈骗 老年族群大概60或65岁以上 他们相较于其他年龄层族群 他们对于猜猜我是谁 或是假检警这种冒充亲友 或是政府机构人员的这种身份诈骑 他们是比其他年龄层还要更容易被骗 而从刑事局的资料也可以发现 112年诈骑案件发生数共计 三万七千八百二十三件 较上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七 其中以投资诈骗案较上年增加最多 增幅达到百分之七十九点九九 刑事局提醒只要是号称内线交易稳赚不赔 或者是别让银行员知道就一定是诈骗 可别心存侥幸 到时候把自己辛苦赚来的积蓄栽在里头 TV月新闻罗士鹏何将下单词退报道 再来看老屋外墙瓷砖薄落 现在成了另类的空中危机 内部报告就指出了 公寓大厦屋龄超过16年 有两成都出现烈化 超过30年的更严重 大楼外墙军裂 铁窗歪斜瓷砖剥落更是严重 这是北市民生社区建成花园大厦 屋龄超过30年 0403花莲大地震后 北市府认定建筑受损 虽然主结构没问题 但若瓷砖脱落从高空往下掉 路人只能自求多福 窗台的旁边都有开裂 保护城剥落 还有剥落的状况 这个就像我们落实一样 微微可及 随时一个不小心的一个地震 或好雨之后 就会无法运期的扎下来 这景象在大台北地区随处可见 人车来来往往 就怕把人给砸伤 高龄老屋外墙频频剥落 成了另类的空中危机 共详生指出 新大楼一定要设专户公积金 自费检修外墙 而老旧建物若没成立管委会 就会面临谁来管谁出钱的问题 呼吁政府应该提出奖励办法 诱导措施才能防范未然 老旧建物 你应该要配套跟奖励办法 也就是说 你一定的年限以上的大楼 你应该要有奖励办法 因为以前没有公积金 还有甚至以前没有管委会 所以以前没有管委会 以前没有公积金的部分 其实你要有奖励的办法 要诱导措施 让它能够维护公共安全 来到北市公管商圈 丁州路三段这栋建物 外墙恶化更是严重 目前搭建护网 预防瓷砖往下掉砸到行人 但这只是临时性措施 郭继子直言 问题卡在人和前 大楼没成立管委会 缺乏公积金做重大修缮 多数住户也不愿改变现状 在没有管理组织的状况之下 住户就是一盘散伤 第二个就是没有钱 无经费 尤其这些老大楼 有的根本没有在收钱 像现在修外墙 可能面临几百万上千万的经费 从哪里来 住户根本搅不出来 外墙整建维护 经费庞大让住户却步 目前全台房屋步入高龄化 面临屋老人老双老危机 根据内政部建筑研究所报告指出 公寓大厦屋龄超过十六年 就有两成出现烈化 超过三十年有高达百分之八 外墙重度剥落 不只磁砖雨下不停 杂乱无章的外墙副挂物 更是不定时炸弹 像那种冷气 当我们地震台风发生的时候 因为它的那个架子都会有腐蚀 像这种摇晃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坠落 公共安全意外事件频传 磁砖剥落冷气机掉落事故 对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 但现行法规并无强制力 专家呼吁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应该要修法避免汗事发生 公寓大厦管理条例里面 我们希望政府对于窒息大楼 能够进行修缮的 我们给予适当的补助 甚至于给予奖励 第二个我会比较建议 去修正建筑法规 外墙如果坠落 造成问题 那使用管理人 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外墙的公共安全管理 纳入到我们的建筑法规里面去 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不以罚则为目的 因为它是要教你怎么社区自治 所以要自治 讲到自就是变成要 对于安全大家有警觉 是有考虑说 用一个公共安全检查 申报的机制 来强迫大家去重视这个问题 那目前这个制度台北市已经有在实施 那我们也在观察台北市执行的成效 我国相关法令是否完备 政府应通盘检讨 尽速修罚 补破网 保障行人安全 杜绝天外 飞来横祸 TVBS新闻 王金仑 黄冠伟德 宣台北 采访不到 少死化 影响冲击招生 2028年大一新生 只剩下15.7万人 也就是有八成的学生 可以念公立大学 而这也让私立大学 面临招生挑战 真的是非常的起伏不定 我从来没有想到说 我们台湾会有一天 是会没有孩子的 谈论着私校招生情况 在文化大学 任职40多年的黄院长 深深有感 年轻时就在戏剧学院教书 私校的生态环境 40寒暑下来 历经小指化 疫情冲击 黄院长历历在目 我认为可能还有两年 还有三年 还有五年 所以我们开始慢慢渐进 要来处理这些事 可是那一年开始 就真的就是一半 所以现在整个学校 整个学院学系 大家都是要面临 这一个残酷的事实 那我相信也不仅是 文化大学 是整个台湾 文化大学是老字号 私大名校 黄院长任职多年的 资深教师 他表示 过去招生一直不是问题 但疫情年的确招生上 有冲击 靠着文化大学历史悠久 在私校当中有不错口碑 院长今年征班 调整科学内容 增加招生优势 学院要走下去 我是很有信心的 就是我们能够与时俱进 但是我们的教学热忱 不会减 就是说我们可能要 多角经营 甚至我们除了就是现在 未来我们会发展 就是亲吟共学 毕竟扫子浪潮不断 私立大学招生挑战多 前教育部长潘文中 在四月立法院专案报告点出 大一新生人数 估计2028年只剩下15.7万人 到时候八成学生都可以就读公立大学 私大将面临极大的招生压力 院长表示目前招生上都还算稳定 但已经开始结合新形态内容 不仅艺术学院大传系也早在两年前就开始规划新型课程 不是只有口号 在相关的新闻广告广电领域 融入AI智慧的知识 希望能天真学生职场优势 提升招生率 课程的新规划 然后再加上搭配一些媒体方面的一些宣传 让这个整个的课程有融入所谓AI的技术 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的考生 让很多的家长可以明白 少子化数据摆在眼前 各校招生始终浑身减数 除了加入AI课程之外 部分学校采取相关科系并性招生处理 中部的东海大学结合校内牧场 贩售高品质鲜乳和东海大学牛乳兵 另辟裁员一年高达500万营收 也在科系征班征额 为了招生使出浑身解数 基本上大家求生欲望都很强 基本上大家半学都很强 半学都很努力 也因此在这个部分 就是在应该有 在百分之五六十的 这个个人申请 他的这种游戏规则 大于吃小鱼的情况之下 那是之前在做制度设计的人 算不到的 食品养学的实际应用性很高 比如说你想要了解肥胖好了 你就会知道糖类蛋白质脂肪 应该如何去摄取 或者是你要预防三高 你学了之后就知道哪些是有 高油脂高胆固醇的食物 我们要尽量去避免它 或者是你想要有更好的运动表现 你就会使用肝糖超补法 这些以上的内容呢 全部都是由食品养学的基础去衍生的 招生出手各校出招 但专家分析除了学校口碑外 科系课程未来出入也很重要 像是AI专长 营养知识 电商资讯 这些过往课外的重要选修 现在都是业界看重专业 若能把这些职场技能融入课程 招生优势就会增加 私校求生各校出招 如何端吸引学生牛肉 吸引学生上门 私校还有的伤脑 TB的新闻张家宝 来日明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